彭云彦被一拳打肿脸 张家辉还断了根小拇指 十岁小女孩却拿下了影后 林超贤的电影《激战》究竟有何魅力 快咪咪来告诉你吧 电影《激战》对于导演林超贤来说 算是一次新尝试 为此他苦等了五年时间 由于故事本身是以MMA综合格斗为主 这就要求参与拍摄的演员 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健身 学习相关的格斗技巧 因此首先在选角上就很难 对于线下多数演员来说 这类风险如此大的电影 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 即使对方是知名导演 不过也有注重作品质量的演员 在拍《激战》时 张家辉已经46岁了 这个年龄拍这样一部 以综合格斗为主的电影 不论是肌肉型男的形象塑造 还是体力持久性的考验 想要达到预期效果 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 显然都很吃力 不过早在剧本尚未成形 投资方还远在千里之外时 张家辉和导演林超贤聊过之后 就已经决定要出演了 为此他独自开始了 长达9个月的体能训练 切掉了盐 油 糖等调味料 每天只是蛋白 到最后脱水阶段 每天只是用水沾湿嘴角 以这种极限方式 快速收干了体内的水分 成功达到了 影片里所呈现的体型效果 而在影片开拍后 他又接受了剧组安排的 MMA综合格斗专业技巧训练 从摔跤到巴西柔术 张家辉都一一解锁 他的标准就是要做到 让专业人士看起来 都不业余的程度 此外还有彭宇燕 作为影视圈里行走的荷尔蒙 在之前的作品里 他有很多卖肉的劲头 不过在激战里 他可是遇到了对手 张家辉 看到对方的线条 分明的肌肉 彭宇燕嗅到了危机 为了保持身材 他也跟着开始了 为期三个月的原始影视 专持狗狗都未必看得上的 未经加工原始食材 一番苦吃下来 只让对手张家辉坦言 彭宇燕就像坦克一样 充满了气势和战斗力 不过对于外界 胜在的3%脂肪仪式 彭宇燕却直言 没有那么美好 还劝告大家不要学它 毕竟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输会导演林超贤 拍摄前他就明确了要求 枪战爆破 能靠场面调度 但打戏必须实打实 要让观众看起来 有疼的感觉 所以影片里的打戏镜头 基本上都是以记录为主 真的做到了最直接 最真实的展现 拳拳到肉的镜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苦练了三个月 格斗技能的彭宇燕 在和专业拳手出自对戏时 就被对方一拳打肿了半边脸 而影帝张家辉也叫胡说 自己才是最惨的那一个 在拍摄高丽带方 使刀闯入出租的戏份时 他直接被动作演员 剔断了左手小拇指 虽然经过恢复 情况会好一点 但很可能 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样子 而最后 就要说一说 片中来自马来西亚的 十岁女孩李星乔 在和张家欣的对手戏中 小女孩的表演 也是可圈可点 给很多观众都留下了印象 电影上映之后 他也因此成功拿到了 最佳女主角奖 成了年龄最小的影后 好了 更多影视幕后小故事 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永远宠你们哟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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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